要齊一開個勝 我們青龍市運輸業準備好了 在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授旗下 現場超過五百位運輸業代表高喊 2024團結一致力挺賴清德進總統府 即漁業後援會 台船基隆廠企業工會及青商會後援會後 基隆市信賴台灣運輸業後援會接棒成立 卓榮泰強調這場後援會非常特別 因為運輸業有如台灣產業的協議 希望運輸業後援會能夠成為民主的機動部隊 協助完成2024總統勝選國會過半的選舉總目標 這在全國各地的後援會的總類來講是相當特殊的 我也希望它成為一個民主的機動部隊 能夠把我們所需要的對於賴清德副總統 在明年的選舉需要的各種養分輸送到各地去 來完成我們2024總統勝選國會過半的最終的選舉總目標 同志偉強調這也是基隆市第一次由貨運貨櫃及氣修等 從業人員組成的後援會 非常振奮人心 希望把繼承勞工整合 支持真正認同台灣守護民主自由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與立法員參選人鄭文廷 非常感謝我們基隆市運輸工會各界的大佬來成立這個我們第一場的這個運輸業的後援會 那我想這也是基隆的第一次我們整合了相關的貨櫃貨運氣修等等的相關理事長 動員我們所有在基隆非常重要的這個運輸業的老公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支持賴清德總統候選人以及鄭文廷立委候選人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 民進黨立法員參選鄭文廷也特別強調疫情期間 運輸業將民生物資運送給需要的民眾協助防疫相當辛苦 也感謝他們成立後援會支持 非常多的運輸業他們不為疫情的嚴峻 那協助把許多生活上的一些物資來做一個移動 其實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們離家跟自己的妻想分開 就為了要讓我們的民眾能夠充實他們每天必須的生活物資 這個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運輸業的同仁 在今天站出來力挺賴清德 力挺鄭文廷 針對賴的萬里老家被指為違建 曾經造訪過的卓榮泰與統治委都覺得 選舉時炒作這個話題非常不厚道 那我去的時候一個特別的印象就是 他的左鄰右舍啊 還是這個新北市政府用他的送餐車愛心餐 送到午餐給左鄰右舍的一些長輩用餐 所以那個是急需大家用一種歡愛眼神去看的地方 我也希望社會上的溫暖啊 不要在選舉的時候我們讓他忽視 民國六十年以前就存在 而且賴富的老家六十年也就拿到了門牌 那在北部區域計劃整合之前 就已經都整排公僚都在那裡 那我想在選舉的期間 特別把這個出生長大的地方來拿出來討論 我想這不是一個非常厚道的行為 而且那並不是什麼一個 那完全就是一個老家 那我自己也常常回去 我每年清明節都回去掃墓都是我負責 那我想我們附近都住得非常多的親戚朋友 都現在還是從事物農業的 都是一個非常純樸 務實的好朋友們 親戚朋友們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 在選舉期間特別拿出來討論 不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事情 同志會表示接下來信賴台灣 在基隆市各行政區 將由各黨籍市議員 成立區域後援會 迎接最後壓軸 賴清德鄭文廷的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